吓什么呀 这里是我们的卧室 又不会有第三个人进来 老实交代 今天干嘛去了 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 不够 还不够 贪得无厌 我要想知道 自有办法 文律 他可是个忠诚 就算拿小报告 他也要和你汇报 他和楚言一样 是我的兄弟 如果有一天 文特助站在我这边 你是不是伤心欲绝 你试试呗 夫人 喂 文特助 林一舟在公司吗 他电话一直打不通 老板还在开会 笑让他给你电话吧 行 那我就不打扰他了 所以以后有什么问题 还是直接来问我吧 你们昨天 是不是和我骗我来着 说是在开会 可明明出去了 昨天我们去找了催眠师 来恢复我的记忆 催眠师 我的失忆并不是因为那场车祸 而是人为的催眠 是安然做的 我去找了他 你放心 以后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